工人夜前一后搬着铁皮 要把它移到安全的地方 令人讶异的是 这几片铁皮 居然是从停工中的大巨蛋 掉下来的 风雨是非常的强大 尤其这个风 导致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 在大巨蛋的高处 有这个铁片是砸落的意外性 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苏迪勒来席家带强风好雨 7号晚间10点40分 大巨蛋屋顶被吹掉8片铁皮 每一片都有8平方公尺宽 工地门口支架也东倒西歪 相当危险 市府就怕酿成交通意外 从易仙路到光复南路的 这一段忠孝东路 以及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的 光复南路段 整段L型部分进行全区管制 当时就应该下定决定 叫他把那3%的屋顶先拆下来 为了安全的旅游 我想这个既然发生了 等又先这样 等轰在过去处以后 我们再把那个 再把它处理掉 这个我承认我们 我们在战略上有犹豫 只不过大巨蛋的公安归谁管 得回溯到5月20号 北市府下令大巨蛋停工 当时屋顶工程 进度只有8% 还有92%未完成 据潜在危险性 没想到这一回 苏迪勒肆虐下 所见松脱 铁片掉落 远熊VS北市府 又上演对杠剧吗 早在过去6个星期 市府已经清楚的要求远熊 要把屋顶板卸下来 拆掉屋顶板对于整个的工区的安全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同时也与法不符 第一点 今天停工的原因 屋顶板并不是原因 一早冒着风雨 市府前往大巨蛋视察 厘清责任归属 远熊也态度强硬向市府喊话 一场台风让大巨蛋的公安问题 再度引起关注 这里事件陈玉文采访报道